你就让我在这儿住一宿吧 拜托你了 今天晚上发生的事 真是委屈我老公了 事情是这样的事的 谁呀 这么晚了谁唱的呢 有人吗 好像是个女的 你怎么看看 我不敢 你快开车 看看在外面怎么回事 女的你害怕啥呀 哎你好 哎大哥 我想请你帮我干嘛 我那个 也是在这儿露营的 然后我那个房车钥匙 落屋里了 现在进不去了 哦行行 你等我一下啊 一会儿给你开门 房车钥匙 落屋里 还抱个孩子 快去快去看看 怎么办 我看看 你房车停哪了 停那边了 走走走 我帮你去看看去 不用了不用了 肯定进不去 背不住 我兴许能打开呢 肯定进不去 我看你这块 有个帐篷大哥 今天晚上 就拜托你 能不能让我住在这帐篷里边 你再带一个孩子 帐篷里往住里冷啊 你就让我住一宿吧 这块离市区太远了 打车的话也打不着 你就让我在这儿住一宿吧 拜托你了 那你 你先跟他住一会儿吧 你抱孩子 你先住一会儿 我回去跟我媳妇商量一下 好吧 行 麻烦你了 你先住一下住一下 哎 他要跟俺家帐篷住一宿 我好像愁着有点面熟呢 对 头两天我见过他 他是跟咱们一起露营的 我头两天见他抱个孩子 他们一家三口吧 我刚才跟他说话 他也置之无物的 好像有什么男言之意 要不你出去问问他吧 我还不方便 行 我去问 你去问他 你去问他 你咋的了老妈 姐呀 我那个跟我追下 我俩 闹点小矛盾 那哪都行啊 这么冷天 你抱个孩子 咋能在站不住啊 没事没事 那这么得 今天晚上 你就跟我上房车里边住吧 不得了 我就在站不住 在房车里边住 多不方便呢 哎呀 都是出来旅行了 都能帮就帮一把 你等着 我跟我老公回去商量商量啊 他是跟他老公生气了 你说这么冷天 咱也不能让他娘俩睡帐篷啊 那么冷 给孩子冻坏了呢 那你啥意思啊 我的意思 今天就委屈你吧 你上咱们床车里边住一宿吧 我们仨在这睡 哎 也行 反正明天早上 我去找他老公 小人口打仗 床头打仗 床尾盒的 对 你去给劝劝 对 今天晚上不行 只要孩子 你们啥个的助德了 行 委屈你了啊 那我就上床车里 去吧 我先弄什么 嗯 那你就给他叫下来吧 嗯 走走走老妈 跟我回房车里边住 走走走走 哎呀没事 我家这个前车里面是个床 然后今天晚上就让他在这里面住 你就跟我进去吧 赶紧得一会儿孩子冻住了 你快来吧 快来吧 太感谢了 你们俩是不是都没吃饭呢 吃饭了 我俩都吃饭了 孩子没吃的吧 你们俩都吃的 你们俩都见不得了 大哥太麻烦你们了 这么晚了 太不好意思了 打扰你们了 哎呀 没事啊 都是自家旅行的 互相帮助都是应该的 那个明天我去那个早上去找你老虎们去 没啥大不了的事 小两口的 你今天就给他放进住吧 没事没事 他感谢你们了 媳妇 你给我拿一个枕头 完了给我拿个手背 我上车里出去 您的车里能住啊 能住 我那个就是个 我那个就是个床 没事 你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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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有什么事 晚上你喊我 行 我给你们关门了 谢谢大哥 哎呀 这还好我有个床车呀 要不然 今天晚上 住帐篷的 就应该是我了 老铁们 遇见这样的事 我也不知道 做的对还是不对 如果是 你们遇见这样的事 应该怎么办呢